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来一个摩天童子的一面通关啊 这个摩天童子的小时候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人玩过 上来先是三个球 那这个黄球红球加篮球啊 这个摩天山 这个说句实话 这个游戏为什么叫摩天神童 我记得我姐说个天安神童 想当年一个天安神童啊 直接给我狼 那就是直播间疯了 疯了大概是一天 然后呢这个扣了一分 扣了两分不是扣了几分 这个咱们是速通了啊 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枫叶鹰 之前我是解说过他的视频啊 哪部视频我还真忘了 不过呢其实作为一个通俗的闯关游戏 可以看到你看这有这个亥 你碰他之后就有点像那个三木童子似的啊 对吧这个触发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好来 反正速通的话呢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受伤啊 就是为了快速通关 就基本上不管这个事啊 通关就好 他这个作为一个通俗的闯关游戏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闯关游戏的影子出来啊 主要目的呢就是啊 这个永攀高峰 然后呢直接来到暴死处 然后把暴的锤死 然后下一段 然后对吧最后拯救美女 那拯救世界的前提是拯救美女 自己媳妇 在这个兴取向上 兴取向上一定要正常 不正常是不可能的啊 好 他这个地方你也看到了啊 就剩这么最后一滴血了啊 你说你要是对吧 要是再装逼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来看看 一顿卡双刀直接克死啊 还有一个小秘方 一刀就砍死 啥也不是一连粉刺啊 这个赢了之后 还跳一个非常非常尬的一个舞 好 其实啊 这种游戏都一样 这种游戏 这种游戏 就说难听点 谁说算谁的 好 这个直接变成了天上宫 刚才是摩下宫 天上宫 有点这种天庭啊 什么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你看 天庭就是往上上的时候都是台阶 对吧 步子要一步一步迈 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 直接通关啊 这个不用不用碰那个小妹的 你看那个小妹 一直在给你招手 对吧 他仿佛在跟你说 小哥哥来呀 来呀 小哥哥 二百块钱 对吧 你买不了吃亏 二百块钱 你买不了上当 真正的实现了物超所值 你也不用问价 你也不用讲价 你也不怕被宰 挑啥拿啥买啥 都两块 对不对 好 一个 笑天犬 直接砍死 往上走就想 这个射箭的这个人跟傻子似的啊 血量够啊 该费血费血啊 无所谓 就是速通 这个游戏也就14分钟就通关了 非常快的啊 有的时候不敢跳啊 生怕自己落地摔死了 生怕自己摔死的呢 好 双刀刃刃的感觉 当年天安神童最后有最后打终极boss的时候是那个天安门 那你懂的啊 这玩意儿虽然说我们是保卫这个祖国啊 这个剧情是战胜坏人 但是你设计到了天安门对吧 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这个所以说就当时被封的啊 我今天喝的不是龙井也不是安吉白 我喝的是镜山啊 也是绿茶之一 不过它是半熟的啊 绿茶是生的 它是半熟的 跟白茶差不多 红茶啊 这什么普尔啊 这都是熟茶啊 纯熟的 好来看看 这这一顿推 来看看这个boss啊 看起来很嚣张的样子 哇操 这是个牛魔王吗 请问 一顿卡 还剩三滴血 秃秃的啊 直接砍死 这个头上有点绿啊 这个 不是镜像战士啊 这个是摩天神童啊 摩天神童的 你看最后还摆了个剪刀手 耶 还摆了个剪刀手啊 土耳茶减肥作用是真的吗 什么茶都可以减肥 它怎么减肥呢 它不是减肥 它是可以这个 加速你的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新陈代谢啊 抗衰老 茶叶基本都有这功能 绿茶是最好 但绿茶有个缺点 绿茶只有一个缺点 剩全是好处 绿茶的缺点呢 就是偏寒性 所以说喝绿茶的时候 如果你体质偏寒性的话呢 不要乱喝 剩下的没有任何的是坏处的 它寒性也不是坏处 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呢 你可以消暑 对吧 比如说你身体燥热可以消暑 那如果说你体寒的话呢 就喝可以喝红茶 或者喝白茶 直接进去了 OK 然后直接退出 这个小妞儿一看就是中国人 就有点那个中国风格的那种啊 绿茶的缺点是费钱的 其实绿茶最贵啊 绿茶呢 很多人说喝茶要洗茶 我告诉你 那是洗红茶 或者是洗一些这个普尔啊 乌龙之类的 尤其是老茶 但是绿茶呢 一定要喝新茶 而且绿茶呢 只有第一泡是最好喝的 第二泡第三泡都不好喝了 所以说你懂的啊 绿茶贵啊 绿茶喝不起啊 绿茶你本身就贵 然后你喝还喝不了多少次啊 你说什么呢啊 好 来看看这个球要变身 直接把突鹿打开了啊 你看一赢了之后 又要跳踢踏舞 然后最后摆出个叶子姿势 叶 好 这底下一堆小跳鱼 东北有句话叫五鸡 乌鸡六兽 就是乌鸡上有六个兽 老百姓的话可以整六个兽 啊 皇帝的话可以整九个兽 加一个神兽啊 十个兽啊 加一个人啊 一个仙人加九个兽 但是这个 咱就说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正下方 咱们左右两边 有两个 这是什么兽 你们知道吗 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只是知道 他肯定是怪怪的啊 这一跳起来会炸毛啊 你看不看见 这游戏一跳起来会炸毛的啊 老子的啊 这个地图上下都是火啊 看起来有点像那个什么 像那个 沙罗麦蛇的某一关 你们记得吧 好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打boss的时候 但是boss什么时候出来 这是一个地狱火兽 先是一个球 还玩个球啊 好 砍完之后看看怎么变身啊 啊 直接跑了 我怎么 我 发生什么事了 哎 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玩球 还玩个球啊 啊 这这这 啊 好 爪明公 啊 应该叫爪明公啊 这个应该念爪 啊 摩天神童 摩天童子天安神童 天安神童就再见吧 天安神童说句实在话 一辈子的阴影啊 超级阴影的感觉 天安神童 天安神童绝对是你狼的噩梦 天安神童绝对是你狼的噩梦 但我这个巴尔年的茶水确实挺好喝啊 静山茶 你看 兄弟们 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但是这个是新茶 这是我小姑从杭州优给我的 但如果说是那个老的话也有 基本上喝那个 那个明前茶 明前那个龙角 然后安基白加上竞山茶 基本上都是喝这些 然后再就是喝那个颠红 颠红或者说是你像刚才有人说碧罗春 我也挺挺愿喝的 但是呢 很少喝吧 我最我最喜欢的就是龙井茶 就是我认为啊 天下的茶就最应该喝的就是龙井茶 真的啊 抗衰老 当然这个咱们说的好处 主要也好喝 尤其第一泡茶 如果你泡出来你闻一下就知道非常的好喝的 当然了 我也不代表不愿意喝那个普尔或者是乌龙 稍微苦一点我也愿意喝 但是我不愿意那种就是 就是买那种饮料喝 就是他必须点是专业的那种功夫茶的那个茶具 泡出来的之后 我才我才喝 如果说是那个那种买的那种啊 就再见了 我就肯定是不会喝的啊 好我们看看 这一堆小苍蝇蚊子啊 什么鬼啊 好感觉吃上这个鞋一跳跳楼远的感觉啊 现在明显还是那个笑天犬家二郎神 你看笑天犬家二郎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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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赶紧打开啊 这上面这有机关的啊 就感觉玩这种游戏机关才是这个游戏的这个这个关键点 好 又是这个给你一个一堆这个东西 好 一个连台 啊 观音坐连 我走 这到底是什么坐连啊 这哥们是个狗吧 他不不是个狗吧 好了 带个狗头 怼着脸一吐吐就死了 他以为是个高手 呸 他要不是做贼心 做贼心虚就是身上有屎啊 啊 落地 这boss一个接一个啊 到最后的结果眼上啊 你看看这个哥们 看似好像很强大的样子啊 怼他就完事了 又是这个球 你看 啊 麒麟为掌 就拿刀砍就行啊 咱这个攻击力还是蛮高的 好 三刀 啊 这第四回合 应该说是一下砍两刀 直接砍爆 太狠了啊 你们说这些勇士 好 你们说这些勇士啊 他打败了boss之后 你看咱们可以召唤狗来当自己的这个这个跳跃物品的 但是呢 你就说这个意思啊 咱就说这个意思 怎么说 好 一堆小流星 然后 thank you for you for for pain 啊 恭喜你 啊 恭喜 谢谢你 的 玩 然后 然后 闷呢 大哥 这个游戏太叹了 就到最后连个闷都没有 我是不是禁锁动画片了啊 果然是没有动画啊 果然是没有 在片子最后呢 也是感谢大家收听嘛 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姐说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出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